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警告 皮虫病正在美国高速传播 包括美国南部、中西部和大西洋中部地区 都陆续发现病患呈现出阳性反应 不止全美有约45万人感染Alpha-Gal综合症 且主要都是源自于人们吃下的牛肉、猪肉、羊肉以及乳制品中 含有皮虫唾液中的Alpha-Gal霉菌 且透过这些被污染的食品而感染到皮虫病 从而在人体内产生过敏症状 此外,来自CDC的一份新报告还指出 高达78%的被感染人并没有进行更仔细的诊断 其中一个原因是 在调查过1500名医护人员之后发现 高达42%的受访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Alpha-Gal综合症 甚至从未听说过 在吃下含有Alpha-Gal霉菌的红肉或乳制品之后 可能会在4到6小时内出现麻疹、呼吸短促 以及致命过敏反应 东森新闻团队沃山机报道 由于台湾至某